高温炎热 焦阳似火 大地像火炉一样热得让人喘不过气来 大家为了要避免受到毒辣艳阳的照射 尽量不外出 或者是包的密不透风 但远景在外执勤的时候 就必须忍受风吹日晒雨淋 新上任的分局长程卫文 体恤远景的辛劳 特别是用心与贴心的商请长期热心工艺的 虎坝国际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来协助 刘董事长二话不说的捐赠300件防晒的袖套 给远景进行穿戴 希望能够减少晒伤的几率 让远景是感到相当的窝心 太阳高高挂 外头天气相当炎热 大家为了避免受到毒辣艳阳的照射 都尽量不外出或者是包的密不透风 但是远景在外执行勤务的时候 就必须得忍受了 新上任分局长陈卫文体恤远景的辛劳 特别用心与贴心的商请长期热心工艺 胡霸国际有限公司刘彦成董事长来协助 二话不说捐赠了300件的防晒袖套给远景穿戴 希望减少晒伤几率 让远景倍感悟心 女员景外出执行勤务的时候 为了避免热伤害以及中暑都会帮自己准备避暑的小工具 这次收到防晒袖套真的是一大福音 下来执勤 有时候处理交通事故 指挥交通 执行路检 站在烈日下一晒就是几个小时 防晒袖套能够让长时间在烈日下浮勤 稍缓制热 避免太阳直接照射对皮肤造成伤害 记者高双双日历采访报道